不得不说,央视挑剧的眼光是真的毒辣,尤其是央八,看年至今也是闯出了歌部爆款佳作,前有狂飙掀起的全民追剧浪潮,后有心想事成的温馨治愈,正在热播的《爱情而已》也是口口相传的佳作,热度颇高,由吴磊和周宇童等主演的《爱情而已》,以一种充斥着青春、励志以及爱情治愈感,得到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 不论是收视率又或者是热度和口碑,都表现不俗,是目前最至少可热的作品之一,随着剧情的推进,《爱情而已》的剧情也已经到了中后段,不用多久就将迎来收官谁能成为它的接档剧,拿到央八这个渠道优势,就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,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近日也是浮出了水面, 由马亦离、白羽、琉璃等一中实力派主演的家庭生活剧《龙城》一季将会接荡爱情而已,于4月15日上金央八黄金档播出,该剧有着非常精彩的故事,相关制作精良,夜渊阵容更是前沿演剧实力派,偷偷的家庭生活剧的网站,电视剧《龙城》改编作狄集体量,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龙城里的幻衣亲情、家庭以及生活和爱情温暖的故事,以正家三个堂姐弟的成长为主线,不同的环境下对待生活不同的态度,去延伸出更多人生、生活以及家庭的思考,整体的节奏平缓但不缺看点,能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就带入到剧情里, 感受主人公的所经历的故事,该剧的导演林妍,也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导演,知道的《爱的奥巴定律》以及《人生》等剧,都是口碑佳作,对于讲述家庭,亲情的矛盾和温暖尤为的擅长,再加上编剧无难的实力也是不俗,二人强将联手打造的龙城不论是制作又或者是剧情上都非常有质量,当然,龙城最大竞争力的来源, 还是在与其强大的演员阵容,数十位演技实力派的压阵,从主角到配角都具备非常强的演技,可以说称得上是家庭生活剧的演员的高配置,其中马依黎、白依和李婷婷分是镇家三姐弟,马依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啦,不仅有着非常好的外形条件,演技也是非常的纯熟,主演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线大热剧, 不论是最初的奋斗又或者是我的前半生,马依黎十年如一日的稳定发挥,让她成为了果明度非常高的女演员,马依黎对于家庭生活题材也是非常有经验,对于家常李短、亲情与爱情等元素的诠释和代入,也都会非常精整,致次在龙城中,马依黎将饰演镇家的大姐镇东尼, 性格叛逆张扬,最终在家庭的变故之下,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,撑起了整个家,剧照中,马依黎造型个性十足,角色的代入感还是非常强的, 而白宇同样也是大家的老熟人,长相帅气阳光,性格沉稳,更是有着超越同龄人成熟的演技, 个人的实力非常强,这些年个人的人气和作品的成绩也是非常的耀眼,妥妥的实力派, 对于此类题材的作品,白宇更是非常熟悉,此前乔家的儿女里就曾有过非常好的表现, 这次龙成立,白宇饰演的正希决把家庭的责任一肩挑,一心想着向大家庭报恩, 最终用自己的坚守和温暖,让整个家变得更好, 有理由相信经验丰富的白宇能把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精彩, 作为95后的李婷婷,有着非常甜美的五官,清新的气质,毕业于上西的她, 也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工地, 出道至今也是在多部热门作品里,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, 就比如此前的谈判官,追光者等等, 这次在龙成里也是化身正家小妹, 看似乖巧的她却在大学里来了一场异地恋, 不顾佳人的反对和对方领证结婚, 算是剧中比较有反差感的一个角色, 也是非常期待李婷婷在剧中的表现, 除了三位主角外,龙成配截阵容也是星光翼翼, 实力出众,其中就有琉璃, 高星,娇刚,刘璐,图松岩,石可, 牛超以及张朵等众多实力派的助阵, 神剧小坏王神迪也在剧中会有非常亮眼的表现, 这些演员中, 琉璃和高星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了, 都有着非常扎实的演技, 前者琉璃更是各种家庭剧的常客, 堪称黄金配截的存在, 后阵流星当初在都挺好力, 也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龙成有他们在, 无疑是增添了非常多的竞争力, 可以说, 这部龙成在剧情, 制作以及演员阵容上, 都非常的高水准, 在家庭生活剧本身就非常受欢迎的情况下, 还有着马耶里, 白羽和琉璃这样国民度高的实力演员作证, 一经开播, 无疑会成为关注的焦点, 当然, 最终的开播时间以官方最终确定的为准, 只不过从豆瓣上标注的岁月首播的预期, 以及相关的平台的预热情况来看, 龙成上兮央巴接荡爱情而已的概率非常大, 或许又一步能掀起全民追剧浪潮的剧集, 马上就要来了, 大家期待吗? 对此, 大家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, 多多交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